鸡肉糙米粽 鸡肉糙米粽 材料如下 洗淨糙米與原糯米 浸泡一碗瀝乾備用 粽葉洗淨熱水煮軟後放涼 洗淨乾香菇 莲子 蝦米 香菇莲子分別泡水 香菇切絲並保留香菇水 紅蔥頭切碎 鸡腿肉切塊狀 加入調味料抓煙 熱油鍋加入紅蔥頭 蝦米香菇炒香 加入鸡肉塊 莲子香菇水 拌炒入味 加入糙米原糯米 拌勻 拌勻熄火 餡料撈起 留下鍋中燙汁 兩張粽葉對折 放進菜 als себ 裝入粽葉和承椒 餡料包好 connect 給我們用這個 NS систем 巧拉 最好 搖 一張 加入叩子 加入還未進 橄枝 跟這個 滾水煮约一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